你好 欢迎收看9月2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花联县111年秋季国商典礼 2号在宗列祠军人中林祠举行 由县长徐真卫担任主继 向故往为国付出的先烈以及将士致敬 花联县111年秋季国商典礼 3号上午在花联市宗列祠吉安乡军人中林祠举行 由县长徐真卫以主继官身份率领县府各局处首长 以及军公教各界社团代表 文武官员参拜依焚香献花 由祭司攻读秋季国商继闻 全体议会人员并以三局功缅怀心烈 祭典庄严隆重 秋季国商大典结束之后 县长徐真卫一一向遗嘱民众慰问并致意 感谢过去国君弟兄为国家奉献一切 今日是九三军人节 他也敬祝所有国君弟兄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静者林杰花联市采访报导